今天是父亲节,所以我想在我们这一次计划的 这个欲情汹汹冲击因应第四讲 我们要配合这个父亲节来谈父亲有关的主题 我给的题目就是好爸爸怎么会缺席 这个标题后面的那个两个符号很重要 第一个符号感叹号怎么会缺席 就是代表今天有很多的父亲确实是缺席的 这个缺席的意思广义的解释就是 我们没有扮演好一个做好爸爸 但是好爸爸又是那么的重要 所以就不得不让我们联想到一个呼号叫做问号 就是怎么会这样呢 难道大家不知道这个爸爸的角色的重要吗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题目来深思 就是这个主题 刚才说到今天是父亲节 一样我也用一个问号跟感叹号 问号就是 是吗?今天是父亲节吗? 哦!有人甚至于说我们有父亲节吗? 什么时候是父亲节? 我在想如果我们在谈到母亲节的时候 大家大概只有一个很笃定的说 哦!父亲节是五月第二个礼拜 那所以让我们也蛮感慨的 就是说今天父亲节为什么前面还需要多加一个问号 其实这些都在反映一个事实就是 是不是人类多数的社会文化 这个父亲的角色 大概就像刚才我说的 是不是我们的扳演的不是特别的好 甚至可能还不及格 所以难怪谈到这两个节日 你们知道这个符号的意思就是 大家在纪念父亲节 纪念母亲节 庆祝母亲节 跟相对的在纪念庆祝父亲节 那这个父亲节的顺色的多了 顺色的多了 可能教会每一年一定会有母亲节的主日 而且还蛮盛况的 父亲节有的人根本连提都没有提 也说不定 就像有提也是轻描淡写的 意思意思的就这样过去了 这里有一张照片提到说 父亲节到了 那么妈妈就请儿子唱一个歌给爸爸听吧 这个孩子一上手就说 事实上只有妈妈好 当然这个是幽默 可是这个是一个挖苦的幽默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探讨这样一个问题 美国的中西部有一个很大的青少年感化院 我们知道青少年感化院就是说这些青少年犯罪 可是因为他还没有成人 所以他们就有特别的一个感化院来收容他们 来管教他们 来感化他们 大概关了将近两千九百五六十个人 那一年父亲节之前 教会决议我们今年应当送个三千套的这个父亲节的卡片 到这个港化院 那请这个院生呢 每个人都能够拿一套 这个父亲节的卡片 回去呢 写给这个父亲 我想这个用意非常的好 所以呢 指示会都一致通过 结果父亲节过了以后呢 那礼拜一 港化院的人就打个电话 请教会的人来把剩下的这个父亲节的卡片 带回去 结果去的人很压抑的发现到 送了三千套这个父亲节的卡片 竟然被拿走的只有不到五十套 换句话说 这个弟兄把将近两千九百五十套的父亲节的卡片 就带回到教会来 大家很压抑就认真的思考检讨 了解到底为什么有这种现象 结果他们知道了原来 这些青少年港化院的院生 很多的人根本不知道父亲在哪里 甚至于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父亲是谁 甚至于很多人可能想到父亲 会好像想到母亲那种感性那种感激感恩感念 想到父亲 搞不好反而挑起一些的负面的激动的 愤怒的情怀 所以不写还好 对不对 所以这些的事实是一个很不幸的现象 可是这个现象不止在美国 其实今天很多很多的社会都有类似 是这样的一个恶化的去向 我们所住的美国 在八九零年代就被称为是 是一个无父的家庭的世代 他们最新的统计呢 美国有四分之一的生下来到18岁的小孩子 是在没有父亲的家庭长大 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属于未婚生子 妈妈怀孕了 爸爸不认账 或者是有的未婚的妈妈 因为这些未婚的年纪都还是很轻 很可能她也不知道这次是跟谁生的 那另外当然上偶 还有因为离婚率不断的持续在一个 这个将近两对有一对离婚的这个比例之下 所以当然单亲家庭就多 那一般单亲家庭 妈妈抚养孩子的比例是最高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无父的世代在美国的现象 泰国他们的人口6500万人 其中有255万个单亲家庭 换句话说有一千多万的子女 也是活在没有爸爸这样的一个反境之下长大 他们研究这些所谓的无父的家庭长大的 这一种家庭呢 贫穷率是一般的家庭四倍 子女的行为偏差 也是比一般的孩子多 婴儿生下来的腰折率两倍于一般的 患罪率下监狱也普遍的 多于一般的青少年孩子长大的正常家庭 然后呢 少年怀孕是一般的少女七倍多 受虐待的可能性也比一般的子女多 染上酒跟毒瘾的比例也比一般的多很多 回胖症是一般的两倍 然后呢 辍学也是最少有两倍之多 所以这一些就是所谓的 因为无父家庭长大的孩子的受伤害的后遗症 那另外也许还有一种家庭叫做父亲缺席的家庭 那父亲缺席的家庭已经比无父更普遍 成为是全球的现象 因为基本上比较多数还是父亲主要在职场上 在养家这件事情上 在事业上 他在看重这方面负责这方面 所以因为工作的关系平常就忙 再加上越来越多的加班 有时候要出差 甚至于有的时候还要外派到外住在外地 或者是一般的家庭 为了这个爸爸的工作的关系 就到外地去工作 然后妈妈的带孩子在本地 或者是颠倒过来 有人把孩子那么安顿在 再回到自己的家 然后自己留在这个本地 看哪个地方好工作 那这种远距的家庭呢 那么聚少离多 那当然这是一个不一样 应当算是一个不正常的家庭的生活 那另外呢 就像有一些的父亲 好像每天也是早出晚归 可是呢 在生活上却比较少参与子女的学习活动跟成长 有一些的父母 特别孩子要找爸爸谈一些事情 问一些事情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父亲呢 因为他不太重视 参与孩子的学习活动跟成长种种 所以碰到这个事情 那最容易顶回去的一句话 你去找妈妈 你们去问妈妈 那还有可能更重要的是 父亲身在心却不在家的这样的人 在家里面除了吃饭睡觉 孩子很少能够跟爸爸有好的沟通互动 爸爸回到家吃完饭 不是滑手机看电脑看电视 就是一个人在那边好像是闷气一样 那这种情况 当然孩子要找他 不管什么情况之下 他们得到的是不要来烦我 就被父亲拒绝了 想想看如果一个家庭的爸爸角色是这样的话 对子女会怎么样 那还有一个可能更深入的一个深刻的 就是爸爸还会伤人 我这么多年来当一个牧师 做一个心理辅导家庭辅导 其实发现到有很多人 不管是未成年的孩子 成年人甚至于中老年人都有 他们内心有很 深的一种伤痛 是来自于爸爸 在人生的阶段里面 有些是在可能早期早期 给他的伤害 但是到现在仍然还承受这一种伤害的苦毒 我就帮助过有一对姐弟来做辅导 一个小时里面大概最少一半的时间 两个姐弟好像轮欢的 哭着控诉这个爸爸怎么样的 从他们的记忆里面 鼠说不完的这种来自爸爸的伤害 这一类的事情 也曾经辅导过 一位已经84岁的老妇人 那么没有想到这位老妇人呢 他在晚年的时候 就将近二十多年的这个忧郁的问题 在谈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追溯从四岁有记忆的时候 就发现到好像爸爸从来都不理他 找他也被拒绝 怎么样讨好他也没有用 小孩子很小就很聪明又可爱 读书都是班上第一名 在那个年代后来他还考上了名校的医学院 当了一个很出名的医生 为了要继续讨好他的爸爸 他后来连这个婚姻都牺牲了 专心在他的专业得到很高很高的成就 但是到六十岁的时候 他的爸爸仍然 还是没有跟他有正常的关系 那么那一年他的爸爸去世 我以为他谈到他六十岁的时候 爸爸去世以为他终于可以脱离这种所谓的苦毒吧 但是他竟然说他六十岁以后 他才发作更严重的所谓的忧郁症这样的问题 原来他以前一直应命的想尽办法 希望能够得到父亲的肯定认可 甚至于那种关爱 那六十岁爸爸去世以后 我们以为就解脱了 但是反而他认为他将来 以后就没有机会再努力赢回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不幸呢 竟然一辈子可以说是困扰的这个妇女 直到他八十四岁 仍然还是好像在继续被伤害一样 我在带领这个爸爸的学校 或者是爸爸成长班 或者是营会 常常会给这些爸爸安静一段时间写下 他们认为当一个爸爸有哪一些遗憾的一些的心情 那我这里整个一几个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有人说我好像家人 感觉到家人都远离我 我是家里最孤单的人 主啊 我是一个爸爸 另外有人说当爸爸是我最大的亏欠 另外说我是一个失败的爸爸 另外也有人说 常常告诉孩子长大以后绝对不要像爸爸 我想这一句话是一个很深的遗憾不是吗 为什么不能说出你长大以后要像爸爸 而常常是要提醒孩子不要像爸爸 可见这个爸爸自己也觉得非常失质 另外有人特别是跟孩子比较长大一点点以后 两个父子之间有冲突或者意见不一致的时候 爸爸为了要压制这个孩子顺服 有的时候最后一招就是 别忘了我是你老爸 意思就是你要完全盯我的 我觉得可以了解为什么爸爸用这句话 可是这句话其实背后深深的暴露出一个做老爸的诗子 因为一个爸爸三不五时需要提醒孩子 不要忘记我是你爸爸 各位你们想想看这个责任是谁 对不对 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不是吗 另外有人就干脆说是遗憾遗憾太多的遗憾 所以人类文化学家麦九伦麦九连博士 他就曾经观察这个现象研究这个现象 然后他其中有一句话警告说 当父亲的角色迷失以及形象破坏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开始昏暗 文化就开始沉沦 可见从一个学者来看他知道父亲的角色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没有扮演好迷失了 或者是父亲的形象破坏了 整个的世界就开始有昏暗 文化就开始沉沦 那我们从观察社会的问题来看 我们每天听新闻看报纸 上网路得到的一些社会的问题的背后 是不是你常常也会直接的感觉到 是这些社会问题的背后其实就是家庭的问题 就算没有百分之百 我想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跟这个家庭问题有关不是吗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进一步还行 那这么多的家庭问题背后 其实也有相当高的比例 这个背后的问题是爸爸的问题 所以父亲本不幸在今天我们发现到有不少是缺席的 会伤人的 可能也更多的带着一个遗憾的心情 在扮演他的这个狮子的父亲 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那我这里就跟大家分析几个个人的因素 个人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称作无妇 因为我们这些所谓的搬远不好 父亲的角色的人 可能自己就是成长在一个无妇的家庭 当然这个无妇的家庭也是也可以包括自己成长的时候 爸爸就是一个缺席 缺席好像无妇一样也是一种无妇 那这样的话当然就落入全面一些社会学者的统计 那么社会的调查的结果 所以这个当然就会有一再一代不如一代 甚至一代恶化一代 那另外一个第二个因素就是没有榜样 没有榜样 没有错 相对的我想我们在看妈妈 母亲节为什么那么的被深深的纪念 留念 庆祝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母亲的角色扮演的相对的 好多了 简单的说 那这些母亲们一代传一代 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些美好的故事 很多的这个样本 很多的这种魔幻 来让下一代的这个母亲来模仿 来学习 那相对的 那相对的因为父亲的这个好榜样少 所以当然相对的就比较少 第三个就是无为 为什么父亲变成一个缺席的人 就是他没有作为 该扮演的角色没有扮演 该担的责任没有担当 这个就是无为 该表达的情爱没有表达 这个都是无为 第三 为什么无为 有人说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做 好那就是属于无知了 对 确实在谈这个母亲 跟谈父亲相对的比例来看 谈母亲的多 我记得当年我在做博士这个 论文研究的时候想要参考一些 这个跟父亲有关的文献的时候 那么在早片的图书馆 那个当然是在这个70年代的时候了 结果发现到写有关父亲的杂志文章 是书籍啊 特别是研究的论文少之又少 那相对的我就自己翻一翻 如果研究母亲的话 哇相对的都多很多很多 所以真的难怪 我们就比较缺少这一方面的支持 但是就算有 其实这几年来 社会进步资讯滑达 就像我们教会 好像我们一些这个讲座 信息聚会 我们也有人专门做这种做爸爸施工的 都慢慢的多起来了 可是偏偏该参加的不来参加 那么我们没有下功夫 所以我们落入 不知道怎么样扮演一个好爸爸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结果 那这个是属于物资 那第四、第五个就是无心 其实这个才是最根本的 你到最后你连心都没有的话 那么就像圣经所说的 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 因为一生的果效都从心发出 那当然包括我们要扮演做什么事情 扮演什么样一个好的角色 你要先看是有这个心 来挑起你的这种动机跟责任感 对 换句话说 如果一个人无心的话 那他可能就 连学习也不想去学习了 对不对?为什么? 因为他也不在乎有没有这样做 所以这是五大类 那这五大类的个人因素 我把它归纳成两种两类 其实无父跟无恙 其实这个比较不是我们做父亲 自己所能够承担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从可能客观 这个是从环境 这个是从我们以前的这个父亲 或者是我们的家属的这一种 这个这个缺失 这个我称作只能够用同情 无奈跟不幸来体谅 这个确实是 不是我们个人能够掌握的 不过呢 无为无知跟无心 那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做一个父亲的 只要你当了父亲 你用这三方面 就代表你是在逃避你的责任 这是失职也是失责的 所以这两大类 一共有五项 我想是最普遍 为什么一个父亲 没有搬好这个角色的原因 那我们今天 当然重点是在要怎么样觉醒 那这个觉醒 各位弟兄姐妹 尤其我们在座的弟兄们 不是因为你是一个缺席不负责任的父亲 你才需要觉醒 我想就像我们自认为我们还好 甚至于人家也说我们是一个好爸爸 我们还有更好的觉醒来成为一个更好的 心好难能哭老爸 首先 心好难能哭老爸的觉醒 其实就是要活现和神心意的师父 神的心意就是要做爸爸的人能够活出和他心意的好爸爸 圣经的经典的这个故事 浪子灰头 我们都知道 这个浪子真的是非常的悖逆 犯逆 甚至于是不孝 要求婚财产出去浪荡 然后挥霍的他所有得到的这个金钱 到最后染了一身病 包括连吃的地方 住的地方都没有 所以就去帮人家看管这个猪疗跟猪呢 去抢这个吃的东西 你看多么多么的落魄 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浪子是后来回头了 所以很多人就根据这个浪子 因为在那个时候的落魄的情况 所以就说当然了他一定会回头 因为他已经走投无路了 但是你认真想一想 一个浪子走投无路他不一定会回家的 他除了走投无路 这个是一个怎么样 客观的环境造成他不得已要思考 是不是要回家 可是他真的会回家 要回转向家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什么 因为他知道远远的家 有一位老爸 他是慈父 他是爱他的 所以他就凭着一个是环境 一个是心里面的这一种所谓的情感上的连结 跟对慈父在家等他的这个确信 他一步一步的走回去了 所以我们常常说家里如果有慈父 让子就会回家 就算他不回家 但是我觉得我们做一个慈父的 我们还是要当一个慈父在家随时的盼望 等待 你看有多少人 你看有多少人 所谓的让子回到家 有的两三天就出走了 搞不好一回家 马上跟家人对爸爸再骂了几句 吵了几句 可能又走了 所以我常常说慈父要 让子要回家 慈父先要在家 而且我这里说不只慈父在家 让子就比较有可能回家 而且在慈父的继续调教之下 这个让子后来也变成慈父了 这是在看这个让子回到的故事 我们可以加上一点想象跟后续的发展可能的结果 那不要忘记今天我们在谈让子 可是今天赐逢父亲节 其实我们也很遗憾的说 这个世界有让子 难道就没有让父吗 当然了 也可能也有极少数的让母 所以我们就想说 如果家里有让父 我们让父当然就也要怎么样 尽早的回转回家 我也相信当让父回家以后 家就能够重见曙光 当然我这里讲的让父不一定要像让子回头的那一种 继续巨星的 真的是 真的是 离家出走 真的是这个不负责任的 这样 这个离弃家人 其实有人说 让子回头的故事 这个小儿子是让子 可是家里还有另外一个让子 就是这个哥哥 他人在心不在也算是一个让子 所以今天可能有很多不是在生理上 一个流浪在外面 完全不顾家的这个让父 可是可能有刚才我们分析到了 有人生在心不在 那这一类也是某一种程度的缺席 我们都要回转 我相信如果我们回转 将心回家 那整个的家就开始欢转了 好 另外我们看到圣经真的是讲到这么一句话说 他必使父亲的心回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回转向父亲 圣经说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换句话说 在圣经早期用这段圣经的时候 当然是在先知夫求 以色列百姓在信仰上回转向天父 也向天父求向父亲的心转向以色列百姓 不过今天我们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 用在家庭的生活 岂不是也正复合 我们更需要呼吁这些父亲的心 要转回向儿女 当然儿女的心也要转回向父亲 换句话说 广义来看就是重视父子的关系 更广义来看就是重视家庭 那这就是作为一个父亲 不管你今天认为你为父的身份跟所谓的表现如何 我们都还有这颗心 需要继续更靠近的更强烈的来回转向我们的儿女 那圣经还有一句更正面的一句话 提到说子孙为老年人的冠冕 父亲是儿女的荣耀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太好了 我们前面不是有人说 我当一个父亲多苦啊 我是一个失败的人等等等等 但是圣经是要我们能够做父亲的 能够活到活出到一个阶段呢 是让儿女感觉到我们是他们的荣耀 然后呢 我们当看到儿女的儿女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到 哎呀这些子子孙子变成我们进入到老年的一种冠冕 也是一种荣耀的一个见证 那我真的很盼望说 如果我们不能够扮演好做父亲 我们将来我想就很难 在这个儿孙的这个关系里面继续培养好 当然另外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我们也许做父亲的角色不是很好 可是经过我们的环形 经过我们的岁月 我们的智慧 我们开始的谦卑 当然有很多人当了阿公以后 他反而怎么样 他还是让一个学习一个更好的一个 这个做阿公的做爷爷的 那当然他回想他自己当父亲的时候 但会相对的觉得很遗憾 那如果他以前也能够像跟孙子一样的关系的话 我想他以前跟孩子的关系就有很大改善的空间 不过不管如何 圣经正面的祝福是要让父亲成为儿女的冠冕 然后呢 子孙成为老年人的 父亲是儿女的荣耀 那子孙是老年人的冠冕 来我们继续看 怎么样 更具体的提到 幸好男人哭老爸的决心 就是我们不要在意 我是因为无父的成长的背景 或者说我没有一个好的父亲的榜样 可以让我来学习 把这无父跟无恙 作为我们自己缺席 伤人遗憾的怪罪跟借口 没错 今天环境是会影响一个人 可是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因素 包括我们个人的因素 包括这个勇于改善 或者是寻求帮助的因素 可以破除我们无父跟不一样的这个遗憾 第二我们不要以自己的无为 无知跟无心 而不能成为好的爸爸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无为无知无心 一样也是可以把它 逆向操作改变 成为有为有知跟有心的 我下面会再继续谈这方面 那圣经说 你们中间做父亲的 谁有儿子求饼还给他石头呢 求鱼还拿蛇当鱼给他呢 求鸡蛋还给他鞋子呢 我想这句话 其实神是很体谅我们做父亲的 也知道我们虽然不好 可是我们仍然有一个做为父的情跟爱在里面 起码我们不会像刚才圣经提到的 就算有那个是属于极少数极少数的 在神把维父的心摆在父亲里面 我相信圣经这句话是挑起我们 我们为父的情跟爱是有的 一定是有的 那另外圣经也提到说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天父其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意思就是说 第一句话是肯定我们做父亲的情跟爱 第二句话就是说 我们就算是不好 也就是说我们的情爱有限 可是呢 我们的天父是无限的 所以让我们想到说 为父的心常常要连接到天父的心 那这样的话我们的不足就有所谓的连接 有所谓的成长 有所谓的吸收改变影响的可能性 所以我这里就具体的提到几句话说 根基刚才在两处的圣经 事实上没有绝对不是的父亲 因为我刚才一直强调 因为为父的情跟爱是从神而来 这是天生的 这个父子之情一定是有的 当年我在台湾 推动这个器官捐赠 然后后来也要我到这个监狱里面 对这些死刑犯 做心理心灵的辅导 安保他们 然后从我做一个牧师角度 向他们最后把握机会传福音 当然最后如果他们很愿意 捐赠遗体的器官来救人 当然他们可以签这样的同意书 当然家人也要同意 那在那么多的接触这些死刑犯的经验 我就发现到有一些死刑犯 看不出有任何的那种欠悔 忏悔的感觉 可是几次刚好被我看到 家人把他们的孩子 尤其是幼小的孩子带来的时候 哇这个死刑犯这个爸爸呢 哭啊 然后有的甚至于就跪在孩子的面前 那这个我觉得也是在印证刚才我们所说的 这个父子之情 是在怎么样的父亲 连这些所谓的被判死刑的人 仍然还是有的 不过当然我们也不火定 我们都是罪人 但没有一个完美的父亲 所以父亲会伤人 也不幸成为一个难免的一个现象 所以这就是一个事实 所以因为这种情况之下 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 其实都在寻找代替的父亲 因为没有一个父亲是完美的 我们甚至于被伤害嘛 所以人总是这样 所以呢 我常常说 我们家里面的这个 这个安孔啊 叔叔啊 这个舅舅啊 长辈啊 其实常常对这一些需要有特别代付的 我们就是在扮演这个角色 那教会的这个辅导 主族学的老师 我们的传道人长老 教会的这些的长辈们 其实也是对这一些 成为无形中的一种代父 可以来帮助他们 但是呢 在帮助他们当作一个代父 不要忘记 对不对 我们基督徒 我们要指引他去认识天父 因为代父还是一样不完美 对不对 而且他们的 能够对一个人生命的改变 总是到一个境界 只有认识了我们的天父 跟上帝连结成这种所谓的 信仰上的父子关系的时候 所以我们在祷告里面称我们的神为阿爸父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亲切 非常好的一种连结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关键性 我们的生命 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医治 可以得到满足 那进一步在天父的这个爱的疗愈跟安慰跟改变之下 那我们自己就开始成长 开始突破 开始成熟 所以我这里说 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我们懂得照顾自己了 然后呢 我们开始还进一步成为也变成别人的代父 去妇人去好像缺少需要有代父 我们就成为他们的代父来帮助他 那讲到这个地方 我在我的真爱家庭杂志里面 我有发表一篇我的一个见证 因为我自己就是成长在一个无妇的家庭 可以这么说 简单的说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跟我爸爸大概是八岁九岁才第一次看到他 后来才知道因为 爸爸跟妈妈的关系是一个不正常的一种关系 妈妈不是爸爸正式的这个配偶 所以后来他 因为生活上的需要 他回来等于是认我们养我们 可是不是过着一个正常的家庭 一个月两个月回来 回来一下 而回来的经验跟记忆里面总不是好事 那么关系也没有什么改善 第二句话是我好像跟爸爸没有什么交往的这种记忆 甚至于到我爸爸去世以后 我讲了一句很无奈的一个结论 就是好像我一辈子没有跟我爸爸讲过一句完整的话 差不多是这样 所以你可以了解像的孩子的成长像我这样 就是落入刚才我们说无父缺席的父亲 伤人的父亲 所以当然我小学这个阶段几乎都是在逃学 这个结局是前三年 然后到初中的时候真的是很灰暗的时候 那这个外婆带我去庙 我还有一次看到小和尚 我就说我不回去了 曾经也这样过 然后到高中 自己还不自量想要去给人家分分小退堡 结果因为个子矮小瘦小 被人家拒绝 所以这些的种种 感谢主你看我在一个不完美的父亲的环境下长大 所以受到很多的伤害 不满苦毒 所以我一直在寻找大夫 对不对 包括特别是要加入帮派 事实上就是在找一个能够保护我 肯定我 看重我的人 然后我来为他的拼命都愿意 所以这个实在是背后就是一种寻找大夫 可是找错大夫 对 所以感谢主我高二的时候 哥哥先信主 他带我到教会去 我才开始体会到 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上帝为我预备的这些大夫 从一些老师辅导传道人等等 还有呢 其实后来我的哥哥 他真的比我年纪只高两岁 可是他信耶稣以后 我就发现到一个 以前很会欺负我的一个哥哥 因为他很会读书 他都读最好的学校 我是读最差的学校 但是他信耶稣以后呢 我就突然觉得很奇怪 这个哥哥怎么变成 真的像是我的一个代替的父亲一样 虽然我那时候不知道这个名词 但是呢 他的角色扮演 因为爸爸不在嘛 他等于是家里的一个小父亲一样 然后指引我这个信仰的这条路 不过当然最关键的是到最后认识的所谓的我们所信的神 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 他成为我们 成为我的这个天父 所以整个生命才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很大的 这个 翻转 所以 我就在这个文章里面特别强调 我是成长在一个 受咒诅的一个家庭 可是因为 进入到神的家 神把这个咒诅化成祝福 然后当我被呼召成为一个传道人的时候 很清楚的上帝就让我看到 我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而最想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当然就是关心那种所谓的家庭 有需要有问题 或者是帮助他们能够更美满 更成长更好的家庭 所以我一辈子50年的服侍几乎都是在做这个家庭事工 这个就是我的一点短短的小小的签证 好 那 幸好男人酷老爸觉醒了以后 特别要下功夫 就是因为 酷老爸 慈父不是天生的 要成为爸爸容易 但是要活出好爸爸不容易 很有意思 有一年我在这个巴西 在教会领会 那他们有一次因为在Amazon那个地区 有一个小城市 有一个很老的一个华人的教会 也特别请我去那边办一个周末的讲座 后来他们就带我这个机会去参观一些 当地的一些的这个原始森林 那我们访问的一个小部落 那么他们介绍他们这个原住民的一个特殊的文化就是 他们这个把孩子生下来以后 一个月 大概做一个月就看孩子健康的情况 那一个月到三个月之间 那么有一天家人 那会陪跟主人会陪这个年轻的爸爸 那么在山上有一个茅屋草屋的地方 然后给他预备一些所谓的吃的用的东西 然后会定时的在去供应他吃的东西 但是要这个年轻的爸爸 在第一个时间 最少要单独照顾这个小宝宝一个月到三个月 我那时候听了这个故事觉得很有意思 一个原住民的文化里面 其实就是在教导这些住民 你现在当爸爸了很容易 这个角色 可是你要活住好爸爸就不容易 所以在第一个时间就让爸爸开始体会到 从今天起孩子的成长 跟孩子需要的保护 需要的教导 需要的所谓的指引 爸爸不能缺席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概念 那如果你喜欢动物频道的这个 这个电影的朋友的话 你大概也很喜欢看这个企鹅 这个企鹅妈爸企鹅妈妈 他们怎么样 这么同甘共苦 那么很辛苦的冒着这种生命的危险 那么来照顾他们的小宝宝到成长 这个绝对不是只有妈妈的责任 其实很多的时候是爸爸跟妈妈 分担共有的这些责任 那这个是很激励我们 你当一个爸爸不就是等于一个好爸爸 你要有有为 对不对 好 那 追根究底 成为一个好爸爸 是要先将心跪将 成为一个爱家的好男人 你才有可能进入到好爸爸 你才有可能要学习做一个好爸爸 因为你不先爱家 你很难 真正的将心归家 住在家 能够还原孩子正常的 这个所谓的成长 所以 幸好那能顾老爸 一定是一个将心归家的爱家人 第三 然后呢 回家以后 爱家以后 我们还要愿意谦别的 跟家人一起的学习 一起的成长 那这个 是我一向的两句口号 就是说 爱家的生活是要一生的学习 要一世的去珍惜 家庭的生活一生的学习 家人的关系要一世的珍惜 这两句话 如果我们永远 凝记在先 而且是实行这两句话 那怎么去实行呢 就像我们今天主日学 我们在家来学习 我们教会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管道 可以学习的 那不过 我坦白的讲 这么多年来 在社会 在教会 我们开很多的讲座营会 那很多的时候 真的 刚才我已经说过 常常该来的没有来 就是特别在指丈夫啊 这个做爸爸 因为谈亲子教育的事情 一定要父母一起来学 对不对 不过相对的呢 妈妈愿意来的比例高 那爸爸愿意来的比例就少 那如果谈到夫妻 那更是这样 更高的比例是太太来 先生更少的人愿意来 那这些就是 就是很难 夫妻同心一起来改善婚姻 父母同心一起来改善 怎么样跟孩子有更好的关系 然后更好的 能够陪伴孩子一起成长 所以前面我们提到 行程缺席 无憾伤人的爸爸是因为 有无父无样 还有呢 无为 无知 有心 我刚才提到 无样跟无父 这个我们已经 没有办法去改变了 那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成长的 我们不够好 我们要赶快改善 有心 然后呢 有知 有知是从哪里来 是从学习来 那他已经说过了 今天资讯那么多 尤其我们在教会的基督徒 我们比一般人还更有夫妻 我们教会的生活 教会的教导 其实都是直接间接的 都是会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好的父亲 不是吗 但是我们愿意不愿意谦别来学习 那有心再有知 当然还要把你的心 你的知 要把它落实在你的生活里面 去活现出来 那我相信 这样 加以这种良性的循环 我们就在这个循环里面 还是会成长 我们正在教会 有一对同工 义工 核心义工夫妇 他们真的是一对 很特别很特别 很值得提的夫妇 早年这个先生 在当时台湾这个科技业 开始变子业非常谨慎的时候 他年纪很轻 三十几岁 已经当到一个公司的副总经理 可是他赔上了夫妻的关系 赔上了成为一个父亲的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角色 没有错 到了最后太太跟他提到说 如果你这样继续下去 就算你将来的事业达到更高的境界 可是可能我们的关系赔上了 可能孩子跟你的关系也赔上了 很难得这个夫妻 后来下定决心 就放下台湾的一切 顺着那时候的移民场 移民潮 就带着妻子跟儿女到美国来 当然他说来到美国他的收入跟薪水是绝对不能比啊 五分之一、十分之一都差不多可以这么说 可是这个爸爸真的是将心归家了 以爱家的心开始来重视他的家庭生活 结果到最后他认识了我们真爱 他常常喜欢讲说我们真爱所有的讲座所有的课程 几乎在他来美国的这二、三十年当中 他都跟上了 那几年前我们看到他们的夫妻这样的 从婚姻家庭的危机里面转化成很成功 值得让人肯定的这种夫妻关系、亲子关系 所以后来我们就任命他们为我们其中一个事工的这个负责人 跟我们在一起推动家庭事工 把他的经验、把他的这个化作主为祝福 成为别人的祝福的一对非常非常难得的我们的核心讲师 所以我相信这个例子就是告诉我们说 只要我们有心定义谦别学习 然后呢我们落实一天一天的在现实生活里面 我们是实践有一天就像我们不是成为一个帮助人的人 但是我相信我们一定有很大的作为来影响我们的家庭 改善我们的家庭 特别亲子的关系 你看这张照片 你看这张照片 还有这张 下面这张 你看爸爸在做什么 孩子就在旁边跟着模仿一样 跟着学习 那这里还有一张 这也是我们另外一个童工 他以前是我们美东中心的主任郭弟兄 那当年我看到这张照片 我就很喜欢我就得到他的copy 而且答应让我来用这张照片 当时我看了这张照片就问这个国弟兄夫妇 我说你们那天照这个照片 是不是因为你们出门就已经讲好了 这个爸爸跟孩子穿一样的衣服 类似的衣服 他们说没有啊 我们也不知道 照相的时候才注意到 原来我们这次出门 怎么大家两个人都穿得差不多了 然后照相的时候摆那个pose 那个姿势 那个父子也很相似 那这个太太还特别强调 我照相的时候也没有特别要求他们这样 只是之后才看到 哎怎么搞的 那个头歪的地方角度也差不多 还有还有我还注意到这个头发 这个父子的头发一样 几乎很相似 就是那个太太就说 这个难怪因为这个 这个先生跟孩子的头发都是他剪的 他只会剪这个蒙古包的头 所以跟头发一样 不过很有意思 无情中这张照片跟前面的照片 都是有类似的那个 那个意义在里面 好那我给大家问 如果这几张照片你看了以后 要给照片命题 命名啊 题名 你马上可以想到什么题目呢 我们向来看 刚才我们看了这几张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还有这一张 各位 你有没有想到一个什么好的题目呢 可能你们也有想过其中一个 这里就是我说的 真的就是有其父 就必有其子 其实这句话就是什么 告诉我们 我们的孩子 是在学习在模仿 受我们的影响很大很大的 圣经又有另外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他说恨我的 我必追讨他的罪 自父 即子 直到三世代 爱我守我诫命的 我必向他们 花慈害 直到千代 没有错 圣经原意 当然是在强调 我们跟神的关系 如果我们恨我们的神 不遵循神的指令 那神就必追讨这个人的罪 直到父子三世代 但是如果我们爱神 遵循他的诫命的 我们神就必向我们花慈害 直到千代 那我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们把它拥有在 我们在想我们今天做一个父亲 如果我们一个做父亲的人 我们可以好好的养育我们的孩子 到神的心意 来扮演我们的一个慈父的话 我们给孩子的影响 是不是也可以影响到三世代最少 对不起 如果我们有坏的影响 小心可能会影响到三世代 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好的 我们的慈父 我们对孩子的好的影响 感谢主 神特别强调那个好的影响 可以到千代 圣经说 种啥什么种就收什么果 所以子女是父亲的一面镜子 父亲是家庭的建筑师 儿女的雕塑家 我们在做家庭训练课程的时候 常常强调一句话说 家其实是塑造儿女的地方 没有错 没有错 我们有环境 有学校 还有我们的社会的环境 还有教会 但是其实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家庭的环境其实是影响一个人最深切的 最长远的 而父亲又是这个塑造儿女的家庭的建筑师跟雕塑师 所以真的有其父必有其子 如果很不幸我们是坏的影响三世代的恶火 但是有好的影响我们有可能到有千代的祝福 所以这些种种不是更一再的强调 父亲的角色不只很重要 是很荣幸 那我们怎么能够缺席呢 所以我们今天前的题目 到这个地方再一次想到 这个应当是一个不缺席的父亲 才是我们要坚守的一个原则 而不要变成缺席了 因为缺席了我们失去了 实在是太多何神心意的祝福的可能 那最后我用这个麦克阿塞将军 我们都知道他是二战 这个太平洋战区最高的司令 麦克阿塞将军 那他的功勋伟业很受肯定 不过在他在1942年那一年 他得到这个模范父亲奖 那么在受奖的当时 他讲了一些的感言的话 其中有几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得 他说获得这一项荣誉最使我感动 他说这个比军人得到的荣誉更光荣和自豪 我们都知道他得到最高的荣誉 最高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骄傲 从一个军人能够成就的 可是他竟然说得到模范父亲奖 比这个还更光荣更自豪 然后他说因为军人 其实只不过是善于摧毁跟杀害 而做一个父亲是以生命来建造并影响生命 所以当一个父亲远比一个军人 将军更光荣更自豪 我觉得麦克阿塞将军不管他这个战机的伪业多少 可是当我看到了他讲这些话的时候 更是使我成为非常敬爱他的一个人 虽然我们都不认识他 对不对 但是我想我们为何上的尊敬 非常肯定 不只是他的功劳 而是这个人的为人 也就是为父的心的表现 所以我最后这样说 如果今天在座的弟兄们 我们不要忘记男人最荣幸和骄傲的身份 岂不就是父亲 岂不就是父亲 所以满谢主 我是一个爸爸 应当是我们一个骄傲的父亲 常常的祷告 而不要说 主啊我是一个父亲 好像很遗憾的那个样子 无奈的样子 感谢主 我是一个爸爸 然后呢 我也相信 不管我们现在 每一个爸爸的情况如何 只要我们活过来 醒起来 家就活起来 家就醒起来 所以好爸爸绝对不缺席 当然背后要怎么样 也要有好妈妈的帮助 所以祝福大家 也每一个好爸爸 继续多加油 然后我们再做 如果今天是一些妈妈 我希望你们也多为爸爸加油 也多帮忙爸爸 能够让他成为一个好爸爸 比如说 比如说在孩子的面前 我们要让爸爸被尊重 其实作为一个妈妈 也要懂得先尊重爸爸 等等等等 类似这样 还有呢 有的时候可能 这个孩子还小 爸爸应该要让他有机会参与在协助这个孩子的成长 爸爸帮忙做一些事情 包括刚才我们说了 喂奶 照顾孩子 生气患药不好的 其实有些太好的妈妈 有的时候就看到爸爸这样笨手笨脚的 你不要来 我觉得这些都是在一个机会里面 我们剥夺的这个机会 是他要学习 才会怎么样 才会扮演好 但是我们没有给他机会 而且又所谓的批评他 我想这个当然到头来 其实就让很多的好爸爸更好的 一些爸爸就有更多的借口 反正我的太太不会要我帮忙的 因为她说我越帮越忙 所以我什么都不帮忙 什么都不参与的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当然没有时间 可以看另外消灭这一段 或最少我在这边稍微提醒一下 好爸爸不是不需要 好妈妈在旁边的 好感谢主 我先听到这里 大家今天都 我们想我们做爸爸的 今天有很好的一个课 让我们能够学习 让我们学习维复的心肠 我想今天我们这边 有几位好爸爸 我看最资深的 这边还有 我想 朱招老在吗 那如果没有问题 请朱招老 帮我们做结束祷告 我们亲爱的阿爸天父 是的 我们真的是在这个世上 有许许多多需要学习的 主啊 我们借着叶牧师也提醒我们 我们真的是需要好好的 像我们天上的慈父 经常的学习 借着圣经的话语 让我们这些 让我们这些做爸爸 在做父亲节的时候 是受到更好的一些提醒 主啊 我们真的是一生一世 都要继续不断的学习 主啊 我们把我们教会里面 还有许许多多年轻的爸爸们 也是求主真是帮助这些家庭们 能够非常健康的成长 那每个家都能够把耶稣基督 放在首位 那家就是让这些儿女们 学习怎么样认识主 借着爸爸妈妈们的好榜样 而真是看到生命 就是带领生命 主啊 保守我们教会 很多家庭这样健康的成长 祈求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张老 信牧师早 好 谢谢 非常 好 张老 有很机会 可能也可以请叶牧师来帮助 好的 会跟叶牧师在进一步沟通 好的 上次祝福你们 希望你们能够有很好的一个崇拜 好 谢谢 好 父亲节快乐 父亲节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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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